感恩导师 感恩天地 感恩营运奖 那其实佩军首先呢 要很感恩佩军的父母亲 就是佩军的接引人 一开始其实 原本只是出自于一片孝心 想说他们每天啊 就是每周都会有一天 到彰化参加营运奖的精英会 那晚上啊 其实我们开车到那边 至少要四十分钟以上的车程 那所以其实想说 不放心他们 所以跟着他们一起去 但是啊就会发现说 听到精英会上面的 不管是志工啊 还是参与的家人 都惊喜连连耶 这个时候自己呢 也会想要开始做实验 佩军就是在这个 呃志工生涯里面啊 就发现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越来越顺利 就是你如果有去发书 你有去分享 你有去邀约 那你的整个后续的生活境呢 真的就会被天地改写的 越来越好 这个就一个非常 就是非常印象深刻的故事 就是在佩军 在发书的过程的时候呢 其实到了一个古为的地方 其实也是出自于院校心 带妈妈去看 看医生看牙医 想说这个时间 给他等这样子这么久 那我一定要来发书 所以那个时候 就走到了一个菜市 然后就是在发的发的时候呢 一个大哥 然后他是卖着马属 他就看着佩军哦 很热情的整条街这样走过去 然后发回来这样子对象 这样发来发去 他就想说说 这个女孩怎么这么有活力 然后一直想要去跟大家 分享这个东西 所以佩军后来呢 发到那里的时候 就是一开始他就是其实 就哦谢谢就拿了 然后后来刚好又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就跟佩军主动的哦 去聊天说 哎妹妹啊 真的我看到你这么热情 还有这个 这么努力的去做邀约 很感动耶 想要跟你聊一聊 那后来才发现了 其实他下个礼拜 他老婆要跟他离婚 那他的小孩才 幼稚园大班要生国小 就是他两个小孩 一个刚出生没多久哦 那他就觉得 怎么会这样晴天批 他人生好像从此要变黑暗了耶 那所以其实 他就想要跟佩军聊聊说 哎你这么有正能量 其实他佩军 就是拿了这个 住的秘密等等的数捷 他就说 哎我有一本疗愈全力 还有这个超级生命码 是之前人家给我 但是他就说 我真的哦 跨不下去 就是看不下去 因为我觉得怎么会 我老婆对我这样子呢 什么的 但是呢 今天你这么热 佩军就告诉这个大哥说 一切真的都有结 只要你愿意相信 他开心满 那就是自己去做实验嘛 那做实验之后 你就看看 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佩军也跟他说 自己的一个心得 所以后来啊 他竟然就说 哎好耶 那他我试试看好了 所以他后来也跟佩军 我们就加了Line 然后去互相就联络 然后佩军也给他很多的资讯 那后来啊 真的很感恩 就是后续还有带学生 去户外教学的时候 又经过那一个地方 因为很热情的 就招呼佩军说 妹妹你快点过来 我要跟你讲好消息 就是后来啊 他就是回去真的 有做忏悔跟发愿 但是后来他就是经由忏悔 然后爱跟感恩的心起来之后 哎 他老婆真的就转化了 然后他后来呢 其实就隔一个礼拜 是没有离婚的耶 因为看到佩军发书 他来说 妹妹你有多少书 可不可以给我 就是我想要一起 发这么好的东西 所以他才刚接触 这样子的状态 就因为他一份愿意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心 所以真的很快的呢 他也就是发完了 那后续他的生活 静意又转 所以这真的很感恩导师 所以想说 哎 这个志工一定要继续做下去 然后我们有正能量 成为我们生活上 可以发光发热的发光体之后呢 才能去帮助更多的有缘人哦 所以在此呢 感恩导师 感恩天地 感恩一名讲 感恩